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继续来讲华夏文明的瑰宝,马鸢堆汉墓 马鸢堆汉墓中随葬的汉代时装有40多种 对照这些出土的食物,就可以帮助我们去了解汉代穿衣的风俗 比如说禅衣,这指的就是没有李子的单衣 另外呢,还有腐衣和侠衣 腐衣呢,那个腐字是衣字旁,加一个重复的腹 夹衣呢,是衣字旁,加一个集合的盒子 那么这两种衣服呢,指的都是有李子的衣服 夹衣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夹衣 腐衣呢,就是加着棉絮的棉衣 但是汉代没有棉花,所以铺的是丝棉 一号墓出土的丝棉袍有十多件,而且是非常完整 它们就应该是随葬品清单中所说的腐衣 那么还有一种衣服呢,叫做如衣 如呢,是衣子旁,加个需要的须 这指的是一种短衣,或者是短袄 在随葬品的清单上,记载有长如,带如,小腹如 等不同式样的短衣,或者是短袄 如呢,是有长短之分 像三号墓出土的长如衣,则是长过膝到脚背 三号墓的墓主呢,是男性 可见汉代的男性多喜欢穿长如 女性呢,则爱美,多穿其腰的短颅 对吧,还有身衣,指的是上衣和下衫相连的夜服 这是墓主戴侯,平时闲居在家所穿的衣服 衣上的伤,指的是裙子,清单中呢,记载有素伤 对障的是墓中出土的食物,是一条素卷裙 这条素卷裙保存的非常完整 它是用四幅、降色卷拼制而成的 没有纹饰,所以称之为素伤 而且呢,这条裙子没有圆边 大概当时呢,就流行这种没有边缘的裙子 另外呢,还有裤,裤就是顽固紫地的那个裤子 那么在汉代专指裤子 三号墓随荡品的清单记载,素裤二 但是汉代的所谓裤子和我们今天有着很大的不同 它只有两个裤管,没有裤裆 而且呢,马云堆一号墓,戴侯夫人的墓里 也是没有发现任何裤子的踪影 也与西汉初期只有男人穿裤子 而妇女是不穿裤子 那么马云堆一号墓中随葬的服装 丝绸类的衣服比麻布类衣服要多得多 尤其是一号墓,里面没有出土任何麻布衣服 此外呢,根据墓中随葬品清单的记载 随葬的服装还有汉服、楚服和胡服之分 说明当时戴侯根据不同场合 穿着不同的服装 从历史记载分析 可能骑马的时候穿的是胡服 平时家居或者工干的时候 穿汉服或者是楚服 另外呢,考古工作者发现 当时的服装有个共性 那就是都没有扣子 当时的人穿衣,大概都是系上一根腰带 是衣巾不致敞开 一号墓的九子七连中 有一根长1.45米 宽11厘米的丝带 带着两端都有碎 墓中随葬品的清单也记载着 红组带衣 估计这就是季节衣服用的腰带 墓中出土的汉代服装还有个特点 那就是袖的特别长 长出手很多 戴侯夫人的身高只有1米54 按照身高与手长的比例 戴侯夫人双手张开 最长也不会超过1米6 但是随葬服装通袖长 一般都有一米9乃至2米5 如果以单手计算 衣袖超出手长35厘米到45厘米 可见旱代贵族多穿长袖衣 因为戴侯是贵族 不参与劳动 穿长袖衣不会感到不便 反倒显得高雅 彬彬有礼 那么在这些琳琅满目的衣服中 考古人员还发现 有的衣服上的花纹是画上去的 或者是先在料子上绘画 然后再剪裁成衣服 这是否就是史书上 所记载的画衣呢 画衣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 周礼礼就曾经记载 周代王后所穿的衣服中 有一种呢就是画衣 每当统治者进行祭祀祖先大典的时候 王后呢就会穿上 会有彩色紧机的衣服 以示隆重和尊贵 这种在衣服上彩绘花纹 古代叫夫彩 田彩或者叫张师 关于画衣的存在 史学界曾经有过争论 但是马王队一号和三号目 不仅出土了画衣 还出土了画衣的衣料 这就给予了画衣更为明确的解释 一号目呢出土了三件完整的画衣 和一块已经画好了衣料 三号目也有出土 画家的图案设计和彩绘上色 都是非常的出色 绘是丰富而有变化 色调呢有厚有薄 有浓有淡 灰灰相应 线条舒展流畅 层次分明 具有立体感 使整个画面生气勃勃 使用的颜色达到36种之多 所使用的颜料大致是三类 一类呢是矿物色 比如朱砂 银粉 土红 一类呢是植物色 比如藤黄 清淡 另外还有一类呢是动物色 其中呢 尤其是朱砂 无论是做染色还是绘画 经过两千多年的风风雨雨 仍然是鲜艳耀眼 不过画衣虽美 但是费时费工 经过汉代鼎盛之后 很快就退出了华夏的历史舞台 马王队汉墓出土丝绸中 数量最多和最精华的是刺绣 马王队一号汉墓呢 出土了刺绣40多件 除了包裹尸身的16件衣服之外 还有放在竹箱中的单幅件 和放在竹箱 两盒等处的完整的衣物18件 此外还有装饰在内观外面的扑绒秀 三号墓随葬的刺绣似乎比一号墓还要多 但是因为墓室的环境不如一号墓 十多箱锦绣已经粘合成厚厚的块状 难以揭开 经过多年的努力 考古工作人员才剥离出不同品种的残片 从中依然能看到它光彩照人的面貌 从马王队汉墓出土的刺绣 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选料绘图刺绣的全过程 刺绣开始之前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好刺花的底料 马王队汉墓的绣品多选用制造精致 智力细薄 组织均匀 平面整洁的单色丝织品作为绣底 尤其是以卷做绣底的比较多 约练全部绣品的半数以上 其次是锣和旗 约练绣品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剩下少数的绣品则是用纱来作为绣底 在绣底上设计和绘制绣样 这是汉代刺绣工艺的第二道工序 在出土的很多绣品上还保留着 绣前细线条工画图样的痕迹 刺绣工艺的第三道工序是按照图样设计的要求 进行选线配色 刺绣的丝线是用双骨合成的彩线 线的直径多在0.5到1毫米之间 个别的绣品比如说铺绒绣 则是用直径0.1毫米的非常纤细的绒线绣成的 绣线的颜色对于绣品是非常重要的 出土绣品的绣线颜色 经过粗略的统计 有浸染色样29种 涂染色样7种 总共是36种 那么是通过多次的套染与霉染相结合染成的 所以格外的鲜艳和美观 马文队汉部的绣品 由于是用数十种不同色彩的线绣成的 所以显得五彩缤纷 绚丽无比 绣品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按图进行刺绣 刺绣的针法主要是索绣 平针绣和打紫绣三种 以古老的索绣为主 马文队汉部出土近百件绣品 根据针法和花纹的不同 可以分为信漆绣 长寿绣 成云绣 树纹绣等八种 最主要的信漆绣它的主题花纹是一只血液的变形的燕子 燕子呢是定期南前北归的候鸟 每年总是信漆归来 因此寓意而得名 信漆绣是马文队出土的绣品中数量最多的 有数十种 但是没有一件完全相同的 要么是袖底不同 要么是文饰不同 要么是花纹的颜色不同 这说明每一件绣品都有一个独立创作的过程 信漆绣的花纹单元小 线条细密 做工精巧入微 艺术风格呢 非常的细腻和精致 另外一种主要的自绣花纹是长寿绣 长寿绣呢 是用珠红 浅棕红 金黄 土黄 紫 橄榄绿 深蓝等色丝线 绣成翻卷的流云 云彩间呢 露出龙头侧面像的云中龙 那么这种花纹呢 就因为龙的寓意长生不老 因此呢 被称之为长寿绣 长寿绣的花纹单元大 是信漆绣的三倍 线条极为流畅 动感很强 成云绣的绣品则有十多件 成云绣的基本针法是锁绣 但是凤鸟的菱形眼眶正中 是用单行锁绣密圈 以示眼球的神光 这与后来的环绣 也就是打子绣 有着相同的效果 可以说是环绣的前身 那么成云绣画文的图案 是用珠红 浅棕红 棕色 紫色 草绿 橄榄绿等丝线 用锁绣的针法 绣出满天的流云 在云雾中露出头部侧面像的凤鸟 象征着凤鸟成云 另外呢 还有珠鱼绣 汉代之后刺绣也有大珠鱼 小珠鱼之名 珠鱼纹绣是用珠红 浅棕红和深蓝色的丝线 在卷底上绣出珠鱼花纹 汉代呢 以珠鱼为吉祥花 认为配戴珠鱼 可以避栽长寿 树纹绣呢 是一件装饰在内光外表的绣品 是以烟色尖作为绣底 以珠红深棕色和烟色的丝线 用平针法绣成的 这是目前中国发现最早的 齐平针法绣品 绣法呢 是先绣深棕色曲折的菱形边框 然后再绣红底 最后呢 绣烟色的竖纹 平针满绣 不露空白 花纹呢 是长宽各四厘米的 深棕色的斜方格 内田红地烟色树纹 作为主题花纹的树纹 倒过来看 又像是一个极字 寿字 有吉祥长寿的意思 这种绣品最花功夫 其价比黄金 那么在汉代 刺绣价格昂贵 它不仅是手工作品 而是一项 艺术性很高的 创造性的劳动 在汉代呢 绣师的技工和技价 不是以劳动日来计算的 而是以用线多少来计算 从马王堆出土的 私质品来看 也是刺绣最多 有刺绣被子 衣服 手套 枕头 等等 很多木俑呢 也都绘着绣衣 说明木主家的高级奴婢 也是穿着刺绣衣服的 这也说明 在汉代之后 尽管高档绣品 仍然是价比黄金 但是中档和低档绣品 已经开始非常的普及 总之呢 马王堆汉墓 所出土大批的刺绣品 这也说明了 汉代是当时世界上的刺绣王国 好 感谢观看